現在房價貴 很多人買房子當然都要貸款 但這個利率啊 到底跟學歷有沒有關係呢 你們來看喔 這是一項最新的調查書 碩士去貸款的話 竟然比博士還要吃傷 因為今年第一季這個貸款的利率 如果你是碩士生去貸 竟然是2.01% 這是最低的 但是很多人就想問說 我到底要怎麼樣才會有更低的利率呢 原來 包括如果你有持股證明或是基金證明 或者是你買的房子比較靠近捷運站 或是都會區 你的利率都會比較優惠 木質雕系統貴 讓典雅氛圍再升級 想晉升有顆一足 多數人會選擇向銀行貸款 但現在就連學歷也會影響房貸利率 過去我們可能都以為學歷越高 房貸利率越低 不過根據最新的聯征中心資料顯示 其實碩士的平均房貸利率為2.01% 是最低的 其次才是博士的2.02% 真的沒想到碩士竟然比博士還吃香 不過想獲得更優惠的利率和貸款陳述 除了良好的信用外 也可以提供有利的財力證明 比如名下有股票 基金等資產 又或者購物的地點很精華 靠近捷運站及都會區 當然如果購買人條件沒這麼理想 但提供的擔保人 財力雄厚 能力出眾 也會影響銀行的貸款條件 跟銀行的整個往來的一個信用條件的一個情形 然後的甚至那還有就是房屋的標的本身的一個狀況 跟學歷不一定有關係 然後那會出現這樣子的結果 可能就是高學歷的部分的話 他可能真的收入條件相對比較好 但現在銀行業最擔心的是 受到7月即將上路的平均地權條例 市場已經提前線路膠著 全台有三分之一的銀行 包含華南銀 張銀等 都認為房貸的放款動能已經疲憊 下半年房市景氣將是省慎保守 深就連召開股東會的貫德總座也這麼認為 土地成本的部分還是一直在高檔的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說原物料的部分 目前人工人力的一個成本 看起來都還是在往上漲的一個部分 所以看起來就是在房價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是比較有支撐性的 不過即便雜音多 但建商還是樂觀看好 隨著買房回歸自助需求 後市買氣還是保持信心 東台新聞 柯旺民副議員特會報導 台灣英雄全民加油 體育盛世看東森 I will show you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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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